嘴炮王布萊恩威廉斯 站別NBC主播台 個頭啦 喔 偉大的天神 墜入凡間 不 應該是說 身敗名裂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當家主播 布萊恩威廉斯金船 宣布站離NBC晚間新聞主播台 威廉斯遭重砲打臉 因他謊稱2003年水美軍部伊拉克採訪時 所搭的直升機遭火箭砲和AK-47襲擊 實情遭同行老兵揭發後 威廉斯誠信蕩然無存 看來 威廉斯也不小心記錯 2005年卡吹那颶風 吹場紐澳兩法國驅使所見證的事 像是宣稱從自己的飯店房間窗戶 看到水中有屍體飄過 該飯店或許也並非像他所說的 到處都是幫派份子 不過他喝到風災洪水而 染山立即八成也是胡說的吧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已展開內部調查 湯姆布羅考 當然超不爽 凱蒂庫雷克 接下來呢 布萊恩 別擔心了 外面還有很多機會等著那些 非常重視細節的記者呢 ölker全部共產的 風光 蠅 碎